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北京人勢不幼 最近两三天就是联合国的秘书长 古特雷斯我记得 说他很惊人 说气候的变化是一个计时炸弹 人类就在这个搏兵之上 是不是危言耸听呢? 还是真是这样呢? 如果是的话 我就先花钱 其实是这样的 他去看那些气候的新闻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呢? 有些就是说 经常被人嚇鬼嚇鬼嚇 看得很厌 看得很麻木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你看我去预备科学新知的时候 经常都觉得会不会还讲气候问题很不够爆炸性 然后大家就觉得又是这样 地球暖化 然后我明天热点开多些冷气 开多些冷气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么说 我觉得原来这个问题呢 当你真的肯自己去转进去 真的整个科学原理去看的时候 真的看回那个数据呢 我就真的比较从一个近的角度感受到 真的那个迫切在哪里 其实有趣啊 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呢 除了有这个联合国去公布了一个最新的 关于那个气候报告 又发出了一个警号之外呢 也是色彤小弟呢 刚好又要拿这些东西来备货去搞书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自己发现有些东西可以和学生一起做 和大家一起经历那个数据发现的过程和下一个结论 那不过意 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原来经历这个过程 我去看真正的数据 和看回那个有个气候模型去预示的未来的时候呢 那我的确实感受到 原来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决定性的时刻 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不是说要你几秒之内要做什么决定 而是说很多很大的事情 你是要真的由现在开始做 这些事情不是说你突然一夜之间可以造成的 你是真的要千里之行 持于足下 然后才能够令到你争取到在未来五年十年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去感受那个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个呢 人性本身一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对于一些好像很迟 很大型的东西 好像看起来很不迫切的东西 完全感受不了那种迫切性 那从这里开始说回了 在刚刚这个礼拜一 就是他们发表了那个报告的那个小小的摘要那里呢 其实已经说了就是说呢 在未来的国家 就是每一个的政权 每一个的国家 每一个的地区 那他们立刻需要做的一系列的行动 怎样去约束那个碳排放的问题 和改变那个能源的形式那个问题 那整个故事要怎样去说呢 那大家想想 哦 全球暖化 是不是 全球暖化是由什麽造成呢 如果台长 如果问一下你的印象 你觉得全球暖化是由什麽造成呢 那刚刚才说的碳排放嘛 就是等于我们一个被迫在一张尖里面 又跟着自己又发热 就是在困籠里面 但是你热来热去都 我猜是桑纳房啦 我猜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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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都真的确认到 碳排放 就是说二氧化碳这些气体排放 是那个棉胎最隔热的那一层 就是最吸热的那一层来的 所以如果我能够率先去处理那个二氧化碳的问题 其实整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大部份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知道这个碳排放是最大的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就是我们碳排放 地球上的碳排放 主要是来自什麽的活动 人类什麽的活动呢 这个就要问到就是说我们能源使用的模式 因为我们还是大量使用这个碳氢原料 就是其实那些人说的化石原料 就由地下里面形成了一个碳氢化合物 就把那些气体卵扔了上大气里 然后看到那个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速度 是说就是整个整个整个 隔了几年就上几格 隔了几年就上几格 就是如果说隔了十年之间 其实我们是不小心上了几十格的了 现在最新的数字是419 420 part per million 就是这样的浓度单位 其实在说几年前可能科学新资这个节目开的时候 那时候是400左右而已 其实是在以前的2000多年的时候是300多左右 所以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然后就是说我们很希望争取到我们的全球暖化 不是说要收回我们希望它停止上升就算数了 现在我们希望约束在1.5度左右 不要上升超过1.5度 如果上升到2度 这以上就已经很恶顶了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感受到这一两年气候的变化 其实我们怎么知道可以捱到多少 比如说我们的碳排放要去到的数字多少 才能够约束到那个气温上升 不要超越得太多呢 那这些原来它有了这些超级电脑计的模型 那原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还保持着现在400多 就是那个浓度的指数去到400多 不要上到5次后 那我们还有希望保持得到就是说 那个气候 那个温度 就是在那个工业革命后 那个温度上升不要超过2度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不理 我们很快过了5、5、8、8 那这些数字一上的时候 说的是去到20年后 是可以去到那个上升去到4到5度 其实就很恐怖 其实这样你可以想象到 这个跟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中国读的那条Curve 是不是有点关系就是 一路便宜突然间是 是的 就讲了那个由工业革命以来 那个二氧化碳排放的速度 其实就是这样的 还有虽在就是 我们的地球自己是不会懂得吸碳 但是同时地球自己也都需要排碳 就是你种一棵植物在那儿 它会吸 它会光合作用吸氧化碳 但是同时它自己会呼吸作用 又会排一些出来 海洋也是的 它会吸会放的 就是整个地球本身 整个生态系统它有它的呼吸在那儿 它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的呼吸是平衡的 它大约就是吸多少又放多少出来 但是问题就是人类自己 加多了一点点下去 人类只是给出来不收翻 所以最后的平衡就是这样打破 而且就是因为这些小小的平衡打破 就真的是那个局面胎效应 原来讲的是 就是以一个我们有生之年的时间 就会感受到一个显著的上升 而且那种上升那种难受的程度 比起我们以前的经历的速度来得更加急剧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联合国突然之间 就是要再次去发这个警号 就叫大家真的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尤其是经历这几年的瘟疫 很多去更新这个绿色能源的部分 是放慢了的 我们以为我们这几年少一点的经济活动 就排碳排少一点 但是不是的 一路的curve都很漂亮 继续一条直线这样 一条斜线这样上去的 它仰化碳濃度 好了 这里我牵手有几个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老生常谈 但是去到这里的情况 我们也要注意问的 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是否有一个所谓 point of no return 我们不需要界定是哪个point 但是会不会去到一个永远不能逆转的地步呢 其实这么说 如果你说以我们目前那种科技模式 我純粹我自己个人判断 我觉得是的 但是我这么说 我们未来可以靠什么呢 就是可以靠人类发展自己的科技 主动将自己排出来的炭自己吸回 于是乎就可以 我们停了排炭之后 那些炭是不只是保持着这个浓度 继续迫着我们 然后我们自己有办法慢慢去帮忙 索回去 那我们其实是指望这一步的 就是如果这些东西是 那些叫carbon capture 就是那种炭的吸收那种技术 是成熟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说 先制止着自己排放之后 再继续吸回 是有希望争取回 就是说可以回回头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 就算过了这个point of no return 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们未来可能真的要过一段 苦一点的日子 但是就要熬到熬烈 熬到一个地步就是说 去等我们有一个更加好的科技 把我们的氧化线吸回来 这样才能够慢回那些东西 其实就 接下来都很有趣 也都因为预备节目 也都预备我自己 搞书去材料 我就看了很多不同的国家 去更新它的再生能源 那个表现是怎么样的 这个世界来说 就是 芬蘭 这些北欧的国家 和通常是欧洲的国家 就真的很积极去处理这个问题 你讲的 我们以前都报道过 葡萄牙和德国这些国家 是试过偶尔 是整个月可以完全 由那个再生能源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然后再讲瑞典和芬蘭 不是的 瑞典和芬蘭这些国家 是真的可以几乎做到 完全100%的可再生能源 几乎不是怎么样需要 去烧这些发射原料都可以的 然后有些国家 它天然上的条件可以 譬如冰岛 它完全是用地热 就已经令到整个国家可以转到的了 那这些国家就可以很完善地去做 但是如果你越往东去东走 美国还好一些 不要以为美国它虽然这么多公益活动 但是其实它在那个 减少碳排放里面是做得不错的 尤其是在说近十几二十年 都认真地去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你说它们不签什么 《京都议证书》那些东西都好 但是它们尤其是在那个 发展新发明去吸碳 和它自己去约束自己的碳排放里面 是有成绩的 但是你越往东就越恐怖 欧美省了省了 不够一个中国去光 就是那个数据就出来 然后香港还活着 你看香港呢 那个碳排放的数据很漂亮的 30年来好像没什么升过 但是如果你正正式看回 香港政府的文件出来 就笑死你了 它们原来解决碳排放的问题 就不是透过我们省些 洗不要用 就是更多一些再生能源 你看到我们的发电厂 一样要烧那么多煤 顶多就换一下那些天然气 但是其实原来更加多是什么呢 就是香港也好澳门也好也好 很喜欢这些支援 就是向大陆买电 所以说 它们的能源消耗一样 就是香港澳门的能源消耗一样 一样可以支持它们的经济活动上升 但是那些碳排放的数据 就算了去大陆那里 算了去大陆那里 而大陆那里主要去发电 虽然附近有核电厂 但是也都是要去电网里面 有其他的发电机组等等 那于是全部都放在大陆那里 也不能全部一个月 就是新增的部分 几乎就放在大陆那里 好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那个电脑的技术 那么发展 我们现在计不计得到 就是去到某个程度的气候变化 刚才你说的纯粹是热 就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这个牽涉很多问题 比如说 天理会变得很极端 比如欧洲近年是出现 嚴重的旱灾和水灾 德国都有 澳洲就大件事了 澳洲就是山林大火 就是香港也都变化很大 香港就 比如说夏天和冬天之间的温差 比较大 或者遲些可能 我不知道 那个大型的台风 就是很厉害的台风 就是很厉害的台风 是会出现的 水温会变化的 其实有没有一个比较複杂 和比较全面的电脑模擬 去看一看每个地方的变化是怎样的 这个也都是直接 就是联合国自己的报告 它凭什么来给这个预测呢 那它一定要基于一个 全世界最精密的运算 那其实你会看到 它是用超级电脑来运算的了 那我这里说 如果说一堆数据 它有多大的计算量 但是我自己的概念都不是很深 但是用它佔具的空间来说 那基本上一个真的几千尺的空间 就是要摆上这部这样的电脑的机组 去run它那个电脑模擬 那它里面运算的 就是将 不只是将这个地球 画成很粗疏的一个个的一格 是的 或者我们叫grid 就是这样的 而就是它将它做一个很精细 深层次的分析 就是由那个 无论是气候 天气 整个农业 海洋的温度 水产 那些人类活动的东西 几乎可以考虑得 几乎都放进去 就是其实这个计算技术的更新 由1970年代到现在 尤其是在气候模型上的精密程度 加速得非常之高 就是以往我们在说 将这个地球画到几百格就算了 现在是在说非常精密的程度 而且还要不只是画一格格 就是总要是有贴地和离开地高一点 就是那个高度 地下高度 以及不同的精维度 那种的变化 考虑到太阳 以及那个云层有多少 放在那个温室气体的最新数据的分布 以及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个生态的观察 给出来的一些讯号 都考虑下去 基本上它这个模型很有趣的 它是将人类活动 生态活动 以及那个宇宙天文活动 都放在出来 给出来的一个运算结果 所以可以就是说 它不是一些你纯粹在网上 按几个按钮 可以算出来的东西 就是它真的要认真 放进去一个电算模拟去计算 所以出来的那些报告就很长篇大论 你也不会真的看里面的程式会是怎样 但是它就能够总确地去掌握过往的数据 来告诉我们听 就是我们目前最可以依靠最好的一个 对于未来的预测 就是来自这些这样的运算 譬如说我们肯守批矩 现在立刻约束我们的弹排放 那结果会是怎样的 放多一些氧氧化碳 那结果会是怎样的 一路上会是怎样的 那其实都有一个算是 几能够可以 就是有准确的预报在这里了 所以就是认真地去考虑 就是不是在说个人的层面 其实这次联合国的这个责要 主要是向不同管治者去喊话 那它就认为每个国家应该是由那个政策层面去做很多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认真真是要去将自己那些原本的发石原料 要尽快更替下去 换一个真是新的绿色林源模式 来去运作下去了 那我估计那条里面的运算应该牵扯几百个变数 说几百个都少了其实 远远不像的了 其实最惨的就是 它每一个的变数你整个 它不是只是一两个数字那么简单 我说有一百个变数 那一百个变数不是一百个数字 而是一百个空间分布或者时间分布这样摆下去 所以是大数据 就是我直接说 就是不会纯粹说用多少个变数去数 而是每一个变数去整个空间时间分布 是都要考虑下去了 那接着来就是说 好了 对于香港来说 除了将自己那些碳排放的配合 就是那条数卖了给人之外 那其实就这么说 那好了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它自己都要解决自身那个新能源的问题 那结果我们看到现在大陆去采取的方法 就是大量去投资在这个核电厂那里 那整个中国你见到未来那几十年之间 会有大量的核电厂出现 那但是又这么说 大家听到核电厂 当然就会 就是我们那个311事件又有余桂 12年前的事件 但是又这么说 其实未来很有趣的 如果你就算是美国好 中国大陆也好 加拿大也好 其实大家都会将未来的核电 就倾向发展一些叫微型发电机组 就是说呢 听到更加恐怖 就是可能大家一条村的花园后面 就已经有个核电厂 可能我们自己迟些 在后面我们自己做个微型的核电 是 好了 那这里我们先停一停 我们第二节回来 就比较详细的去讲讲这个微型发电机组 好啊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节目